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31日 星期三 這次繼續和大家講香港的時事 這次跟經濟也有相當的關係 在說 資金 在香港開始慢慢撤離 這次要說的資金就是香港人的錢 這次是強制性 公積金 強積金 根據積金局最新的數字 數據 發言 在2020年第3季 永久離開香港 申請 提早 提取強積金 中數多了很多 中數已經達到8100宗 在第3季 第3季就是去年7月 到9月份 如果跟前年比 發現當時的數字應該是6000宗 換句話說增加了2100宗 牽涉的金額就是去到17億 0400萬 如果按照季度去計算 就是大增了72.6% 也就是有紀錄以來最高的一個季度 所以再說一次 數字就會說話 換句話說有甚麼人 會在這個時候 永久離港呢 就算他不是去英國 其實 他也是離開香港 為甚麼 一眾藍絲經常說香港是一個福地 一個福地怎麼會有那麼多人離開呢 那些人離開 政府跟他們出來說 看不到 別人離開很明顯 NPF 提取 同一季 跟上年度比較 多了2000多宗 牽涉到17億 這樣也不算多了 政府有時候說話也挺奇怪 到底要提多少億 提取多少億 才算是明顯外逃 NPF 跟香港人的存款有些不同 NPF 不是真的很多 現在雖然數字佔整體百分比 不是很高 但是提一下 其實就很接近了 其實 再詳細跟大家說這個新聞 跟分析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就是按like 節目 記得lock in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記得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有時候我們說這些話題 說NPF 被人提走 完全 適合藍絲聽 就算有藍絲朋友 也不要緊 照顧給他聽 不過可能他就會回覆你啦 死黃絲 我在這裏回答他 我們跟你們立場一致 首先一 我很贊成你們繼續打科興 最好你們打多一點 第二 根據剛才那一節 一聽到美國會跳濟的愛國分子 其實非常痛恨林鄭月娥政府 某程度上 大家就有很多共通之處 所以 所以 就是可以聽閒地說話嘛 這個就是本講笑 大家自行決定了 喜歡 分享給甚麼朋友 如果你覺得可以做到統一戰線 有些不是真的很藍的 就讓他聽吧 記得就是繼續點擊廣告 繼續 看影片 用無限大法 如果聽完節目之後 可以繼續有播放星期易得道的清單 只要你用任何方法 你覺得你方便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的 支持黃色媒體方式 用來用去都是用你的右手而已 用左手的人就用左手 其實很輕鬆 繼續跟大家說這個數字 剛才說到 這次 上一季 上年的第三季 牽涉的金額就是 17億 聽起來17億很多 但是 大家都知道NPF是很大的數字 牽涉全香港人 好了 NPF 總值大概是多少錢呢 到了 今天計算 其實最新的數字只是到了2019年 那個數字應該就是 9,690億 聽到這裏就覺得數字很大 跟17億好像差很遠 其實也不是的 只要你去了後面的億位 其實就很快追到了 一季 一季就已經沒有了17 其實一直加上去 按一下按一下 不出幾年就已經提了大半了 按數字計算 如果用人均來計算 等於 每個離開香港的人大約 提取21萬元 跟現在的NPF的中位數 大家有多少錢是NPF呢 相比比較少 平均數應該是25萬 所以從數據分析 應該提取NPF的人 年紀比較輕一點 按年度計算 一年 這個積金局的數字統計分成四季 一季就提了17億出來 如果 往後 繼續增加這個速度 大家知道 只要提取速度 越來越增加 其實這個數字真的是幾年內 真的可以提到總值的一半 這個就是 為甚麼政府那麼害怕 你去把錢走 立即 就要落命令 指示這個積金局 一眾 商業機構 不能夠以BNO Visa 作為提取 這個 強積金 簡單來說 他們有數據在手 他們知道情況 從香港政府的立場看 他們知道情況有多惡劣 大家如果細心聽就會發現 後面有警車聲經過 證明倫敦也挺繁忙的 所以這裡有一點題外話 一般香港人除非真的很喜歡市區 其實正常 如果真的來到英國 大部分的人就會選擇不在城市的裏面 就會去了周邊比較郊區的地方 人口密度 就會少很多 其實倫敦的市中心 大部分的 居民已經不是傳統的英國人 大部分傳統的英國白人 其實就通通向外搬走了 所以反而你在倫敦的市中心 你看得最多的 通常看到黑人 或者是印度人 繼續說回數字 大家不要看少數字 少數怕長計 而且現在正正才是移民浪潮 開端 也因為疫情的封鎖 歐洲 以及英國本身的疫情 限制了入境的人士 所以其實 現在正正 剛剛這個浪才開始 大家也記得所謂的金融攬炒 當時 大家也記得 瘋狂把錢提走 令到香港 那個資金 那個資金鏈 始終有一天可能會斷裂 也是那句 對於香港 香港政府最擔心 香港人離開 首先一 人口減少 經濟動力下降 二 當然最擔心你們把資本 帶走 離開 香港一直以來 經濟 絕對不是靠政府 而是靠香港人本身 帶動經濟 一個地方最重要 本來 根本是 就是那個地方的人 人民 如果香港不是有大量的經濟活動 有大量的財富 政府那裡來那麼多的稅收 為什麼 為甚麼庫房會有那麼多錢呢 當然也是因為 香港的社會有錢 所以換句話說 香港社會的富庶 就是來自香港人 來自香港的人民 絕對跟政府的經營一點關係都沒有 香港政府就出名了 就是一個守財爐 一直存錢 從來都沒有用過 大家也不用擔心 這些錢我們永遠都用不了 只會 在庫房泵走那些錢 上大陸 幫大陸救市 所以 大家想 真正做到攬炒 其實就應該 庫房快點抽乾 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及經濟動力 將會永遠一去不復返 這個就是當初政府就說一點也不怕 面對著制裁各方面的事情 一點也不怕 不怕就要做給你看 不怕 為甚麼你又是要 制止人家用BNO Visa申請 拿回NPF 背後就是這個意思 背後面對的 他有數字 他有統計 他知道的情況 有多麼一發不可收拾 這節先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